大家好 對不起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我相信大家都過了一個驚魂夜 因為昨天晚上 這個科技股NASDAQ 跟廢半跌了個半死 台子期跌了100多點夜盤 大家心裡想說 這下玩了一個蛋 招了一個高了 對不對 老船長 跟我們說是多頭 對啊 這話是我講的沒有錯了 我也不會賴 那請問一下台股今天跌幾點 我說過我們會跟美國股市連動 但是沒有100%的正相關 在我看美國股市還是多頭市場 人家是三萬幾千點 那個漲跌幅當然就比我們大三倍 接近兩倍多好不好 那你們嚇得半死 是吧 台北股市的體質 為什麼比美國股市好 我有講過很多次了 拿疫情來說 我們的疫情控制得非常的好 對不對 大家都戴口罩 在美國一堆人不戴口罩 那疫情當然不可能會好 打了疫苗打三劑都可以突破 你以為打疫苗就是怎麼樣 萬靈丹 但是老美他們因為天性自大 對不對 政府沒有辦法去約束他們 到很細的地方 尤其是美國這麼多州 各個州的法令 有時候還不一樣 所以說你在看美國股市的時候 你不要想說美國股市怎麼樣 我們就一定怎麼樣 但是長久來看 兩個是正相關的沒有錯 那今天晚上美國股市如果 注意聽好 如果再往下大跌的話 那我相信是以這個科技類股 納斯大跟廢半會是怎麼樣 這個災難的中心 因為他們這個短線走空了 線型對不對 那道琼是因為有這個銀行股 在撐這一些 所以說但是道琼跟我們的聯動 關係又稍微小一點 所以說我們來做一個基本的結論 台北股市因為疫情的關係 比美國股市強 但是如果今天晚上 納斯大跟廢半再跌的話 那不好意思 台北股市的這個電子股 可能就扛不住了下個禮拜 那如果說美國的科技股非半已經跌得半死 今天晚上他們不跌了 甚至翻紅 那台北股市的電子股就是怎麼樣 壓力就會小很多 但是老船長完全不關心啊 什麼 幸災樂禍 不是啦 因為我們沒有電子股 重點在這裡 對不對 我的觀眾大部分都是做航運股的 是吧 我當然要以服務我的觀眾為主嘛 這個本來社會就是 尤其這個是 哎 開什麼玩笑 買這個電視節目要很多錢的 是不是 我們這個 是從成本考量 那但是呢 因為還是有一些觀眾朋友 長期支持 所以我帶一下 好不好 那你盡量避開電子股 尤其是三個字 對 元宇宙 很多的觀眾喔 聽了我的這個 對於這個元宇宙的這個分析跟看法 完全不認同 轉台 打臉老船長 對不對 沒有關係啊 你開心就好 我常常是這麼覺得啦 不錯啦 今天位數表現很好 跌停沒有鎖住 老船長你在講什麼 對 很好啊 跌停沒有鎖住啊 是不是 我們要給大家掌聲一下嘛 什麼 你套牢怎麼辦 你去問大魔頭啊 你問我幹什麼 又不是我叫你買的 我叫你不要買 對不對 那你呢 完全不聽老船長的話嘛 買的是宏達電 那差不多啦 爛兄爛弟啦 宏達電就是位數的老大哥嘛 對不對 這個線型更醜嘛 我這個這個全都套牢 你看這個套多少張啊 這個會摘下去 我覺得幾率很大了 因為我說過交不出EPS 原宇宙是一個虛擬世界 我不是不懂我是不是太了解了 所以我不會帶會員去買這樣的股票 但是我知道投估業有人 就想說它是長這個樣子 就怎麼樣 拿來招收會員 我說過會員絕對不是買這 絕對百分之百 這裡是主力 會員一定是買這裡的 看到沒有 或者是買這裡更高的 搞了兩個月心驚膽跳的 尤其這邊的你小心 這個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因為沒有EPS 懂意思嗎 位數是因為很多人不買宏達電 看到這個更小 很活潑 對 這邊又出來一個頭部 看到沒有 對 這裡又是一大飛套勞量 那有比較賺錢的 威盛 威盛是裡面有賺錢的 不要亂來 但是一樣 那今天表現不錯 很沉穩 沒有跌停鎖 表現蠻好的 一樣全都套勞 當然元宇宙相關的還有很多 那最早炒上來的就是 宏達電 威盛跟威術 那麼我不管你參加哪個頭顧 哪一個老師 你要記得一句話 買股票一定要開大門走正路 買很賺錢的公司 時間拉長了 你一定是贏家 我沒有看過書家的啦 各位懂意思吧 那賺錢與否你要跟股價相對來說 以宏達電影以前很賺錢 EPS70幾塊股價到1300多合理嘛對不對 但是宏達電後來不賺錢了 很多人還在妄想說他什麼時候能夠重返榮耀回1000多 這就不切實際對不對 所以說一個頭顧老師你不能夠說收了會費 然後叫會員去買這些 短時間根本看不到獲利的公司 那像我們講的貨櫃三雄海運業 這麼樣的賺錢 沒有錯 現在股價還沒有一飛沖天 偷偷告訴你快了 最快在下個禮拜 等一下我會講 你不覺得台灣的頭顧老師很奇怪嗎 一直叫你們買電子股 他好像跟航運股有仇一樣 你曉得嗎 那有一些老師講航運股 會員買一點點 利用今天是禮拜五 這個週末假日 因為我很拜託大家 小弟很希望 就是說我們都講日行一善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件小小的善事 可能你無形中幫到很多人 不用花錢 就是把這一集節目 傳給有參加投顧的朋友 因為他們不知道 就是說投顧老師 都至少會叫十檔以上的股票 全市場除了我以外 我一次叫一檔 而且所有資金 那我說過有跟我一樣 我就退出投顧業 沒有這種人 只有我 因為我不喜歡表演 那別的老師他要表演 他怎麼辦呢 他就是叫十檔股票以上 假設有個老師叫了五十檔股票 裡面有一檔漲停 我教你小學數學 你就把漲停的十趴 除以五十嘛 因為五十分之一嘛 所以你就賺了零點零二趴 但是投顧老師在節目上表演 我們的股票今天漲停板 會員賺十趴 這個詐欺 公然詐欺 只是說他的會員 因為都是豬腦袋 智商不高 真的有漲停板耶 對啊 但是他為什麼沒有辦法賺到 甚至因為買了五十檔 那一檔他不是每一檔都買了 可能早就貼在前面三檔 那一檔根本沒有買 那你告他告不成 因為怎麼樣 他有叫couching 有叫你買 但是你要怎麼告他 我教你 這就是詐欺 他說我的會員賺十趴漲停板 這個就是詐欺 你們把節目這一段 裁起來給檢察官跟法官講 因為你叫了幾十檔股票 怎麼說你的會員賺十趴 你最多只能騙說 我的會員我有叫這一檔股票 那這個沒有騙人 你告不了他 他如果嘴巴敢講 賺多少 我跟你講 他一定會講的 因為台灣的頭顧老師都在騙 我是教你們怎樣破解 所以這一集很重要 你傳給你所有的朋友 那如果他對重了 原來我的老師 是在玩這個把戲 那對 你就是豬腦袋 他就是大魔頭 這樣明白意思嗎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在這個週末假日 我要跟大家說 因為下個禮拜開始 我個人判斷 這是長榮 大家注意看喔 現在的位階在這裡 這是今天收盤 對不對 那麼現在對照過來 在過去大標的這段時間 他現在是在這個位階 看到沒有 這下個禮拜 他很有可能就會開始突破 從這裡到230幾只花了10個交易日 我一直跟你們講 只有在這邊有混了幾天 看到沒有 這裡 對照過來 好 那這個大底非常完整 各位看到沒有 從老船長這樣子畫圈圈 到這裡 這個底部打得非常漂亮 而且這邊來個阿呆股 看到沒有 阿呆股 我講過了 你賣在阿呆股的 你可以退出股票市場 因為你是來犧牲奉獻 我那時候就勸大家 這邊叫阿呆股 千萬不能賣 很多人就是怎麼樣 豬腦袋就拼命賣 那沒辦法 拉上來 這個大底有多大 各位注意看 你把它拿尺量一下 這邊大底有多大 通常技術分析告訴你 未來上漲的幅度就有多大 也難怪喔 法人估喔 這個點不但會過 而且高點會來到360幾塊 那法人怎麼估的呢 第一個 我們從剛才講的技術線型 它的長度來看的話 再把它怎麼樣 換個位置你去看 這是完全合理的 從技術分析的角度 這個底這麼大 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EPS呢 明年56塊 那你這邊的時候是45塊嘛 估 對不對 你要超越這邊 你要更多嘛 那就怎麼樣 56塊 非常合理 所以很重要對不對 想不想做爆發戶 我們休息一下 不要走開 I will be back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古海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畏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這個EPS56塊怎麼樣算出來的呢 有很多觀眾禮拜一到禮拜四 沒有看我的節目 他把我的節目當作怎麼樣 休閒假日怎麼樣 拿來看的 亂七八糟 56塊的EPS 是根據2022年就是明年 剩下幾天就要跨年了 明年的EPS怎麼會算得出來呢 老船長 因為明年的合約 船約已經簽出來了 簽出來就可以怎麼樣 因為你簽合約要有價錢 不然簽好玩的 對呀老船長 那價錢算回來的結果 就是估EPS56塊 那當然明年的這些合約 裡面有很多是長約 我講過 長約是海運公司不願意簽的 因為一直在漲價 我現在跟你簽合約對不對 那萬一他又漲怎麼辦 對不對 當然跟他租船的人 當然是希望說我們簽長一點對不對 那所以兩個達成協議就是要簽可以 價錢暴漲翻倍 翻倍你聽得懂國語 翻倍人家還是搶著簽啦 這樣懂不懂 喔原來是這樣老船長 所以明年會更賺 那明年賺56塊 以泡泡龍長龍來講 航海王嘛 我都以他為例子嘛 他賺56塊 這裡是賺45塊的概念 對不對 那你未來法人估他會到三百幾十塊 那這邊就會過嘛 那你這邊過的話 你從這邊摔下來要不要打底 要啊從這邊開始算 這個底你看有多大 對不對 這邊就會有多長 技術分析 啊多長 就突破這裡很正常啊 你要突破 你技術分析突破 你基本面能不能突破 你不能只有技術面突破啊 然後基本面56塊 你這裡是45塊 EPS Perfect 100分 那這個時間什麼時候開始發動 我說過啊 你就看嘛 這裡對照過來嘛 這裡已經壓回又上來 對不對 在這邊整理了 欸 這裡又再整理了好幾天了 一個禮拜多 你對照過來 差不多 這裡再晃個幾天 上去就是怎麼樣 10天就直接到230幾 好 那這一次萬一上去的時間也是一樣 跟這邊一樣快 而且還突破這裡的話 那請問你 你是不是就是變這個 爆發戶 但是以今天收盤來說 我現在就就叫你老話一句 你現在手上是什麼股票 是不是所有資金 都買好了貨櫃三雄 你買哪一檔 我覺得沒關係都好 因為他們三支到時候會是怎麼樣 差不多都會攻到頂 因為根據 欸之前嘛 長榮在這裡的時候 你看喔 陽明在哪 陽明在這啊 萬海在哪 萬海在這啊 所以你不要去計較誰比較好 都一樣啦 只是說我們是壓什麼 我給你報告 對不對 那現在已經是收盤了嘛 放假了嘛 週末假日 你手上居然連一張船票都沒有 或者是你只有一兩張船票的朋友 你跟我說你要做爆發戶 早上居然睡著還沒辦法 聽得懂吧 不要每天做白日夢 你要怎麼收貨 你要先那麼齋嘛 胡適先生講的沒有錯嘛 你手上沒有全部中壓 或是不要說全部你壓了七八成以上的資金 在貨櫃三雄 等到它飆到天上的時候 不要到外太空的時候 關你什麼事啊 你又沒有壓 不是啊老船長 我們手上都是元宇宙 還有其他雜七雜八股票 參加頭顧老師就一直叫 一直叫 參加三個月已經叫了八十檔股票 所以我就跟你講 你就是豬腦袋嘛 人家詐騙的手法 我已經一再的破解公開 你為什麼還要就範呢 你幾歲了 你沒有智商嗎 對不對 老船長 因為我在這個業界 算成資深了 我告訴你他們怎麼騙 你聽了之後 你不一定要來參加我嘛 你至少知道你是豬腦袋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不要每天還 我的老師還在那邊按暫停 神經病 他在心裡想 你們這些豬腦袋 有夠白癡的 每天我只要喊 元宇宙元宇宙 哇夢話很大 這樣就可以了 什麼時候解套 乖 2月30號保證解套 對 馬上要年底就是跨年 外資現在在休假沒有錯 回來叫做1月圓月行情 什麼叫效應圓月行情 就是新的一年 大家要調整整個部件基本的持股 今年的產業什麼會比較旺 大家就朝這個方向去佈局 對不對 那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2022年最賺錢的產業之一 就是海運的貨櫃三雄 這可以是100%確定的東西 很多電子業 明年的訂單在哪還不知道咧 你還跟我元宇宙 所以法人會買什麼股票 這些外資大咖 他在今年2021年賣超台股幾千億 他們看到了明年的市場 他們要說我現在要重新部件來買 你認為他會買小股票嗎 他怎麼買 他剛才把公司買下來算 他一定是買大支的 那大支我的判斷他會買什麼 他至少會買台積電 台積電已經整理到生不如死了 看到沒有 這個整理誇張一整年了 那你2000多億的股本 股價在600塊左右 你這個整理的時間當然要很長 很合理 所以我認為 明年台積電會有行情 台積電只要是一有行情 台北股市一萬八千多點 歷史新高一定會過 但是法人外資只買台積電嗎 半導體不可能對不對 他一定還會買別的 別的他也會買所謂的大型股 股價委屈的 你看台積電沒有漲 但他至少也沒什麼太大的跌 你看2603 他在這裡 台積電在這裡 那這個股本500多億 三雄加起來 股本也超過1000多億 是不是三支加起來 那人家會不會回頭來買貨櫃三雄 我認為百分之百 除了我剛剛跟你講的技術現行修正完畢 EPS高達56塊 外資當然知道這邊要過不是夢嘛 法人機構都估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那最近他們在休假而已 他休假回來 那我相信內支會先發動攻這一支嘛 叫海公公嘛 這一支是內支嘛對不對 所以最近海公公也比較強嘛 有內支在控嘛 那三雄就是這樣子 如果海公公假設下禮拜一拉漲停板 假設了 另外兩支你覺得會寂寞嗎 或者是羊妹妹終於怎麼樣 不做脫油瓶了 換羊妹妹發動了 那另外兩支也會寂寞 不可能嘛 他們三個可以說是連體鷹嘛 獲利什麼都一樣好 難道說我現在我要訂船 我只訂長榮的 我不訂陽明的 那神經病到後面去排隊吧 大家是搶著訂的 誰可以訂得到就訂誰 所以我說三個會一樣好 那你壓誰都沒有關係 但你不要跟我說你只買一張 因為你只買一張 你不會成為爆發戶 我現在推這個短天期 到今天就最後一天 我禮拜三四五 我說我禮拜三第一天推 昨天第二天 今天最後一天 你如果沒有辦短天期 你下個禮拜開始 對不起了 你就是乖乖交一年的會費了 我好心跟你說 就是這幾天了 你老是聽不進去 你到時候不要痛不欲聲 看清楚 這幾天混一下 下個禮拜萬一走這一段 你會瘋掉 我跟你講 而且走這一段 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如果過的話 後面還有一大段 憑什麼 講話要專業 五十六塊EPS 電子股你找一檔 來跟他比比看 哪一檔你告訴我 找不到 那你覺得這些外資法人 都是白癡笨蛋嗎 他們不曉得嗎 當然曉得 但是他們很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外資法人 沒有大買貨櫃三雄的話 像什麼長榮 陽明 三雄也不會馬上發動 所以他們很怎麼樣 還是很自然很愜意的去度假 但是你要想 因為時間的巧合 這裡是七月 各位 這裡是六七月有沒有 但這裡是要邁入一月 卡在一個外資休假 所以頂多多整理幾天 比這邊多整理幾天 因為外資去休假 回來你試試看 你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時間的不同 這是六七月 這裡對下是要邁入第二年 所以這個地方外資休假的關係 所以他稍微晚幾天往上攻 我認為也是合理 重點是你有沒有買 你在那邊 每天在那邊 我是觀望老船長 上去我的看戲 如果你錯過這一次 我可以跟你講 人的一生來股票市場 你要遇到什麼EPS 這種500多億的大型股 這個可以高達56塊 台積電EPS才二十幾塊 這個56塊各位觀眾 而且是已經好了OK的 合約都簽好了 台灣的電子業 哪一個明年的合約 已經簽好了 很多訂單都還找不到 所以你認為大咖的外資法人 國內的這些中時戶 會不會買航運貨櫃三雄 你必須要怎麼樣 在最後的時刻卡位 但是因為你為什麼到現在還是 只有一張或是沒有買 是因為你還不是我的會員 你如果是我的會員 我給你掛保證 你就會全部資金 甚至不要全部沒關係 七八成的資金 你會怎麼樣重壓 因為你有參加 我說過電影再難看 你買了電影票 你才會進去看 這個道理你要懂 不是我要做生意 我要做生意我就 叫你趕快交費用 從底部上來漲這麼多了 我叫你交短天期就可以 只要短天期 你就會是我的會員 然後你就會成為爆發戶的機會 我覺得非常之大 不要等到那天真的來的時候 台北股市還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我告訴你很難 這兩天從禮拜三到昨天禮拜四 電話大爆線 今天是最後一天 如果你沒有打電話進來 沒有辦好手續 這個短天期我就白費了 現在開始撥打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